8月8號到8月10號 My Berlin台灣站7週年生日慶 嗨大家好我是趙佑 你覺得力量變強的關鍵是什麼呢 假如你想要比一場建立比賽 或是比一場大意識比賽 或是單純只是想要增加自己的力量 舉起更重的東西 那應該如何安排訓練計劃 一直以來我們會說 訓練力量其實是在訓練神經 所以多做一些大重量 第四速訓練量不要太高的訓練 才是我們能有效提升力量的方法 那增加肌肉量呢 增加肌肉量肯定也會影響力量的人對吧 一個身高170公分 體重80公斤 體脂只有10% 幾乎只做健美式訓練的猛男 後推的數字肯定也不會太差 所以肌肉量跟神經適應 哪一個因素對力量提升 會有更大的影響呢 如果你是力量運動員 你希望提升更多的力量 你真的只要一直專注訓練大重量就好了嗎 還是應該要多累積一些訓練量 讓自己的肌肉多長一些 會更有幫助呢 而健美運動員 是不是也能用力量進步 來當作自己肌肉量成長的指標呢 我們剛剛說 肌肉量跟神經傳導 哪一點 對力量提升有更大的影響 以往 當我們在做這類研究時 會遇到一個難題 肌肉量可以測量 力量也可以測量 但是神經傳導我們該如何量化 並且進行測量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的解釋是 你的肌肉量比他多 力量 卻跟他差不多 一定是他的神經傳導比你好 問題是神經傳導沒有被量化 我們根本無法判斷 他對力量的影響 一直到這篇研究出現 稍微幫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分享研究之前 要先跟大家宣布 MyProtein 台灣戰 已經滿七週年了 現在開始到8月10號 只要使用我們折扣碼 不管是乳清 高蛋白零食 或是健身服飾 都超級划算 需要的朋友可以點擊 影片下方的連結 上去看看喔 2021年的這篇研究 研究人員找了兩組人 第一組 16名有訓練經驗的男性 平均有將近6年的訓練經驗 另外一組是14名 完全沒有訓練經驗的男性 年齡都在25歲以下 研究會測量他們二頭彎曲的這個動作力量 然後透過MRI 測量他們二頭肌的大小 這個研究使用了一種測量方式 叫做HD-EMG 是一種肌電圖 跟一般的標準肌電圖不同 他透過許多電擊跟演算法 來分析肌電圖訊號 簡單來說 他可以幫助我們 每次運動時招募多少運動單元 以及每個運動單元的放電率 這個運動單元是什麼東西 當我們的身體要產生動作時 必須透過神經傳遞訓號給肌肉 讓肌肉收縮 進而產生動作 一條神經的末端是神經元 神經元會連結上百條肌肉纖維 這樣的組合 我們就叫它運動單元 研究測試在不同重量強度時 受制者 目擊運動單元的能力 還有每個運動單元的放電率 所以這個研究可以幫我們理解 有經驗的訓練者 是不是更會目擊運動單元 還有每個運動單元 是不是可以產生更大的收縮力道 所以假設兩組人 一樣做ERM75%的重量 有訓練經驗的那一組 如果可以徵召更多運動單元 或是每個運動單元的放電率越高 那是不是就可以代表 有訓練的人 神經徵召的能力更好 研究結果很簡單 有訓練經驗的受制者 最後能舉的絕對力量比較大 比沒有訓練經驗的受制者 多了將近65% 肌肉量也比較多 以沒有經驗的受制者 多了將近72% 這兩點都不意外 有訓練的人 絕對力量跟肌肉量 肯定是比較多的 但是在運動單元的測量方面 研究人員發現 兩組人 正照運動單元的能力類似 沒有顯著的差別 每次進行肌肉收縮時 運動單元 放電率也相近 放電率跟相對力量的關係 也很相近 簡單來說 有經驗的訓練者 可以有更大的絕對力量 基本上跟神經傳導無關 肌肉大小跟力量影響更明顯 看完了這篇研究之後 我自己有一些感想 我們都知道肌肉越大 力量越大 這點絕對是無庸置疑了 但在力量當中 肌肉扮演的角色有獨關鍵 這個研究進一步幫我們證實這一點 但這並不是說 傳統的力量訓練都沒有用啦 我們以後都做8到12下 肌肥大訓練肌肉一直變大 我的建議三項或是大力士比賽成績一定會更好 要注意這個研究採用的動作是二頭彎曲 我覺得我們可以這樣猜想 如果一個動作很單純 沒有太多的技巧 參與的肌肉也比較少 那肌肉量就會是影響力量表現的主要因素 而大部分需要力量的體育競賽 或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場景 用到的都不會只是單一肌肉 或是一個簡單的動作而已 像是我們上次比的大力士項目 有斑砂包 有滾木槓 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動作 當然肌肉量大的人可以硬幹 但是比賽是有量級限制的 在量級限制下 你的肌肉量就不可能無限制的多 所以我覺得影響這些力量型比賽的關鍵 與其說是神經適應或是神經傳導 我們不如說是技巧或是技術 雖然建立三項或是各項大力士比賽 他們很像是一個比拼力量的運動 但他們的本質不是單純的力量而已 而是融合了許多技巧跟技術在裡面 而我們平常 這些大重量低次數的訓練 就是在訓練技巧 讓我們更接近比賽時的感覺 當我們看NBA球員在訓練 你不會說 喔他是在訓練神經傳導 因為神經傳導 所以他的運球變好 投籃更準 你只會說他運球技巧變好 投籃技術變好 同樣的邏輯我覺得也可以用在力量訓練 被硬舉300公斤的人 或是臥退200公斤的人 我不認為他們是因為徵招了超級多的運動單元 或是每個運動單元可以發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力量 我覺得更多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技術 利用身體的知識 製造有力槓桿的能力 還有先天的身體比例 當然技術跟技巧 本質也是跟神經有關 但他們跟我們以前想像中的 那種用大重量的刺激神經的邏輯 並不是完全相同 不管是建立或是大力士 他們雖然是表面上 關於力量的比賽 但他們的本質是一項體育競賽 絕大部分的體育競賽 技術跟技巧都是最關鍵的 而力量數字 只是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 以上希望我表達得夠清楚 能夠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最後總結一下 根據這個研究 如果你只是單純希望力量變強 那多增加一些肌肉 看起來是最有用的 但是力量變強不代表你在某些動作 一定能舉起更多的重量 特別是牽扯到越多的肌肉 動作範圍越大的動作 像是深蹲 硬舉 翻沙包 增加力量當然有幫助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動作的技巧 如何運用身體的槓桿 還有你的身材比例 手腳的長度 曲幹的長度 這些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肌肉量反而只是輔助而已 最後問問大家 你覺得力量大不大很重要嗎 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吧 還有MyProtein台灣站 七週年生日優惠 需要補充乳青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 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們的IG跟MV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會忘記 我已經在錄影 下一個员 這就叫做 來 我們 這就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